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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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蒋介石集团22年的广动统治被推荒 随后相亦解放寒州 武汉 南昌 上海等城市 以加速安徽两省存进 浙江 加西 湖北 福建等部分地区 自6月22号 渡江战役结束 此一共监国民党军11个军部 46个师共43万余人渡江战役 人民解放军编制合理 组织严密 指挥唱达战法 以断头脑之事 突破国民党长江缓线 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于南京这个战略要地 为解放全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 那么孙武在这里提供 黄智众 卢智王分寿事业 建立组织编制 为智众之道 斗众 卢智王 行民事业 是明确指挥好的鬼 此为斗众之道 三军之众 可是受敌而无败的其政事业 是指挥强化与弃化的应用 此为御众之道 兵之所加 卢断投篮者 虚实事业 是把握虚实的关键 此为愿众之道 总之 编制体制 通信指挥 体振艺术 虚实理论 适者缓缓向后混乱一体 其构成 冷逆时期军队战略力生成基本链条 也是战略力得到充分华为的关键环境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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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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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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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